柬埔寨有一个著名的夜市 是一名澳大利亚的女士成立的 这个旅游生地在游客们可以尝试当地好吃的食物 并欣赏充满异国情调的景色 我们一起去品尝一下 许多游客觉得金边是一个令人留恋忘返的旅游目的地 在去南海滩或吴歌窟著名的寺庙 各性化旅游开始在这里 就在一个城市最高的建筑物顶部的天空酒吧 喝鸡尾酒 日落之后 顾客们坐嘟嘟车到达甘丹市 就是城市里最悠久与最大的夜市 被称为金边销售最好的昆虫市场 蟋蟀、蚂蚁、蜘蛛、杂蒙、甲虫和其他昆虫 加入大酸和辣椒煮熟 在柬埔寨是很受欢迎的小吃 大多数当地人能吃下任何类型的昆虫或苍蝇 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因为在战争中柬埔寨人经历了饥荒 所以他们拿那些动物来吃 除了去夜市以外 游客们还可以去水果店 尝试当地人的特色水果 现在他的90%的业务来自担任旅游评论顾问 另外10%是从口头和负数客户的话 每次每人旅游费39美元 可以享受五天的旅游 美术新闻便利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